我是柳如烟的田狗 不管他如何肆意羞辱我 我每天都风雨无阻地去他家陪他复习 即使他爱的人是我的哥哥 我也对此毫不介意 因为我每次去过他家后 我卡里都会有十万元入账 我确实喜欢柳如烟 但我更喜欢钱 舞台上柳如烟完成最后一个一字马 台下站在我旁边的男孩们 全都是诗心风般地为他欢呼 柳如烟下了台朝我走了过来 撇了撇嘴角 既博打怎么又是你 我愣在原地 肉眼可见地紧张 柳如烟夺过快要被我的体温暖烫的矿泉水 拧开盖子 整瓶水劈头盖脸地从我头顶浇了下去 旁边的男生都在呐喊 柳如烟快来教我快来教我 柳如烟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她不仅学习成绩好 还是学生会主席和舞蹈队队长 是所有男生们心中的完美女神 如果硬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 那大概就是脾气不太好 不过她越是脾气臭男生们就越喜欢她到上演 此刻 在所有人幸灾乐祸的笑容里 柳如烟丢掉已经空了的矿泉水平 看着呆呆的我 纪博达 我都这样对你了 难道你都没有什么反应吗 难道你的世界里没有自尊心这个词吗 柳如烟被我这副表情激怒了 在学校里 全校师生都知道我是柳如烟的田狗 长得丑学习差没家事还不会说好听话 居然敢喜欢笑话柳如烟 对此表现最为愤怒的是柳如烟本人 有一次我给她写情书当中朗读 全班哄堂大笑 我省吃俭用去某鱼给她买了个名牌包包 她转头就扔到学校的垃圾箱里 同学们有的佩服我是打不死的小强 有的则是瞧不起我 觉得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然而所有的一切没能让我退缩 篮球比赛结束后 我在后面跟着柳如烟回家 柳如烟走到楼道口停了下来 转头撇向我 纪博达 你有完没完 还想跟我回家吗 我嘻嘻一笑轻声道 我知道你总是吃饭不规律 总是胃痛 可以给你做晚饭 你不是很喜欢吃我哥哥做的这道菜吗 我也学会了 我扬起已经准备好的食材 柳如烟听到我哥哥和番茄牛奶这几个关键字 停顿了两秒后 眯起眼睛看着我低声道 那你上来吧 在电梯里柳如用嘲弄的眼神看着我说 几博达 你为了舔我 你还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 叮的一声 电梯门开了 柳如烟住的是豪华大平层 一踢一户 电梯开门后直接就是他家 我的手机短信也叮的一声 打开一看 一条汇款成功的短信发了过来 我的银行卡里多了十万块 配文是一句话 再接再厉 我嘻嘻一笑 换了拖鞋便直奔厨房 我在厨房忙碌的时候 柳如烟躺在沙发上 边玩手机边嘲讽我道 几博达 我是真没见过你这么甜的人了 他说他的 我把做好的番茄牛奶端到了他面前 柳如烟只是闻了闻气味 便大口喘气欲言又止 我得意地笑着说 是不是想起我哥几博昌了 我哥哥几博昌是柳如烟心里唯一的白月光 他比我大四岁 现在在法国巴黎流血 我用哥哥的口吻说 柳如烟 快趁热吃 柳如烟用极度恶心的表情看着我 你是想做几博昌哥哥的替身吗 别白日做梦了 你可差远了 而我的表情和内心却没意思波动 我和我哥哥虽然不是双胞胎 但除了我的大他的场以外 我俩长相几乎一模一样 我用哥哥的口吻温柔地说道 如烟 我只是想和你多待一会儿而已 等哥哥回国了 我自觉就会消失不再打扰你 柳如烟看到我这番口吻貌似心动了 两久开口 如果你喜欢我到这种程度 我也可以不赶你走 但你要保守秘密 如果你哥哥知道了 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比了个好的手势 柳如烟松的口气 随即冷笑道 纪博达 你这种一点尊严都不要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握着手机 想着里面十万块转账已经到账的短信 要尊严有什么用 我只想要钱 这笔钱其实是柳如烟妈妈转来的 她是个极度深不可测的女人 是一个庞大商业帝国的一把手 生了柳如烟后便手刮到现在 她做什么事情都是商业思维 她想让柳如烟爱上我 在柳如烟允许的情况下进入到家里 一次十万块 柳如烟和我出去约会 游玩一次十五万块 柳如烟送我礼物一次二十万块 并按礼物的价格诚实作为奖金 如果柳如烟向我表白说喜欢我 直接一千万外加一套豪华大平层 面对这些天文数字 我有点猛逼 但我明白是出反常必有妖 我没有第一时间答应她 我想要知道她这么做的动机 柳阿姨面无表情 我出钱你出力 你拿钱办事就够了 这么好的差事多少人想办都没机会 我耸了耸肩立刻反驳道 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货色 我要坚持做其实并不容易 同时我不想有命赚但没命花 柳阿姨严肃的脸渐渐地开始微笑起来 我果然没看错人 你是个聪明人 我只有柳如烟这一个女儿 公司里的业务越来越多 我几乎没时间回家跟她见面 但我听说她喜欢你哥的纪博昌 而且是很狂热的那种 我命运做了你哥的背调 几家私人侦探给的资料都显示 你哥是个非常低级的绿茶男 柳如烟是我的继承人 我绝不能让她和我的公司 在这样的男人身上栽根头 所以我需要有人给她上一课 柳阿姨淡淡地看向我 我沉默片刻后便欣然地点了点头 这样啊 柳阿姨再次眯起眼睛 我看到了她眼里的欣赏 成交否 成交 我笑了笑 在秘书递过来的合同上签了字 之后的日子里 有了金钱的驱使 我更变本加厉地去追柳如烟 柳如烟也依然如旧 变本加厉地欺负我 同学们每天也像看电视剧一般 看我每天上演的甜狗传奇 只有一个人会劝说柳如烟 适得温柔 甜心的女生叫何清清 柳如烟 几伯达也是个人 她也是有尊严的 她虽然喜欢你 但你这样对她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柳如烟每次听到这样的话 都只会对何清清嗤笑一声 我心里也会默念 对不起了何清清 你不是我 你不明白我有多么需要钱 每当晚上放学 我都会不顾一切地追上柳如烟的脚步 跟她一起回家 我给她做饭 替她写作业 柳如烟就在沙发上刷短视频 每当她昏昏沉沉地睡去时 我都会给她披上毛毯 在茶几旁边放上煮好的牛奶 再放上一勺她喜欢的红豆 柳如烟醒来也总会说 气泊达 你不会以为装成我哥哥的样子 我就会慢慢地爱上你吧 我笑着结果她喝完的牛奶便轻声道 我只是希望能在你身边多留一会儿 我看着柳如烟沾着牛奶的嘴角微微上扬 可能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吧 慢慢地她越来越沉醉 在这份温柔的陪伴 我账户里也会多出柳阿姨秘书 打来的十万块钱 久而久之 柳如烟也习惯了我的存在和陪伴 有一次我发烧到55度 下不了床 也没去学校 直接昏睡了过去 十几个小时后醒来 发现手机里都是柳如烟的未接来电 打开微信也都是柳如烟的语音留言 气泊打你怎么回事 有你这么追人的吗 我可不吃欲擒故纵这一套 我用烧得红肿的嗓子沙哑地回了语音 我生病了 柳如烟立刻电话打了过来 问我什么病 严不严重 我没回答她 干净利落地挂了电话 同时嘴角露出了一点笑意 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黑洞 柳如烟的黑洞叫做孤独 柳家太大了 柳阿姨常年不回家 柳如烟又不喜欢保姆天天盯着她 把保姆辞退后 华丽的豪华大平层 就像一个幽静幽静的冰库 她虽然爱我哥 但法国的月光温暖不了她 而我这小篝火却可以 我在家养病整整七七四十九天 才勉强下地 下楼第一件事就是去柳如烟家 柳如烟对我的态度明显好了很多 我去她家提了一大兜子食材 她破天荒地主动接过来 然后敲了下我的后脑勺 笨蛋 拎不动不会说吗 我微笑着说谢谢 然而下一秒她的手机突然响了 柳如烟拿起手机屏幕看了一眼 整个人都精神焕发 是几博昌哥哥 他兴奋跑到自己屋里 关上了房门去接电话 我垫着脚尖悄悄把耳朵凑到门上 静静地听着哥哥的声音 从电话那一端传过来 柳如烟你自己在家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下个月就回去了等我 那声音轻柔温和 我落下点起的脚尖深吸一口气 我知道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有些计划必须提前了 一转眼就到了大考前夕 这段时间本正好也是流感高发期 并来如山倒 柳如烟发烧到49.999度 整个人蜷缩在被窝里 床上衣服上都是水 别多想 是虚汗浸透的汗水 脸颊烧得通红 嘴唇却特别苍白 我看到这样的情景 立刻向前扶起柳如烟 我送你去医院 柳如烟整个人像是脱水状态一般 根本没有力气回答我的话 我伸手帮柳如烟解开那身湿透的睡衣 她无力地试图挥开我的手 帮柳如烟换了衣服 此处省略一万次 随后我艰难地试图背起她 柳如烟虽然不胖 但她浑身无力的样子反而很沉 我深吸一口气调整着呼吸 勉强地走你 刚走到电梯口 我感觉有什么滚烫的液体 流到了我的胸前 原来是眼泪 柳如烟哭了 到了医院在我的跑动打点下 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 柳如烟靠在我身上输液 像只收起了尖刺的小兽 乖乖地窝在我怀里 我点了下她的鼻头 刚刚为什么哭 柳如烟脸色一黑能不能别提 我沉默了下来 别人的妈妈会陪她们去医院 可是我生病的时候 我妈从来不会出现 我没有想到 第一个被我去医院的人是你 柳如烟的声音越来越低 说完这句话后 她闭上了眼睛 不知是真睡着了 还是想要回避真情流露后的羞涩 我摸了摸她柔软的头发 微微一笑没在吱声 第二天舒完夜后 我们回到了柳如烟家 我去给她煮牛奶 过程中 又听到柳如烟的手机响了起来 听声音应该是我哥吉伯昌 吉伯昌哥哥 我不是有意不回你信息的 昨晚我发烧去医院了 我猜都能猜到 是那边的吉伯昌在关怀她 果然柳如烟的神情 也远没有往日的激动和小心翼翼 她甚至略微冷淡地嗡了两声 我知道 没事已经好了 电话挂掉了 我端着煮好的热牛奶 没有说任何话 然而柳如烟却抬头看着我 你哥哥要回来了 他希望我明天去机场接他 我沉默片刻没说话 把牛奶放在茶几上后转身离去 柳如烟突然攥住了我的手腕 吉伯打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给谁甩脸子看啊 我平静地转过头 拧着眼神平静地对柳如烟说 他回国了我就消失 就是我当初和你的约定 我故意把消失两个字咬得很重 柳如烟很低沉地接着我的话问 你甘心吗 你花了那么多的心思和精力 追我追了那么久 你哥哥一回来 你就主动轻易地放弃 你真就不会不甘心吗 我走到门口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转身看向柳如烟 如烟 我没妄想过什么 我只是打心里想对你好 现在我哥回来了 我自己也明白 我就是个替身 你永远不会喜欢我的 我也是时候离开了对吧 盯着一声电梯开了门 我沉默地走进了电梯 在电梯关门的时候 我凝望着柳如烟 当电梯开始下行的时候 我听到一声啪的巨响 似乎是柳如烟 把盛牛奶的杯子给砸了 其实柳阿姨很早就给我说过 柳如烟有狂躁症的倾向 但柳如烟有好面子 所以一直没有带她去医院检查 我刚刚的行为 或许忤逆到柳如烟了 怕是明天在学校 不会给我好脸色看了 走出电梯 我抬头仰望星空 哥哥几伯昌这会儿 应该已经登机了 哥哥你快回来吧 我为你搭的大戏台 已经准备完毕 就只等你来闪耀登场了 第二天 几伯昌如期回国了 柳如烟去接几伯昌的时候 原本是有一丝心不在焉的 但几伯昌在推拉方面极其厉害 这些年来 如果柳如烟追她追得紧 她就会冷淡和矜持一些 维护自己的白月光人设 让柳如烟在爱而不得的感觉中 愈发把她捧上神坛 而如果柳如烟这边有放弃的趋势 她就会立刻给一些甜头 让柳如烟重燃希望 此刻 察觉到柳如烟这份心不在焉的几伯昌 立刻祭出了大招 她坐在副驾驶上哭了 如烟你知道吗 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出国流血 所以你生病的时候 我都没法陪在你身边 你知不知道那种又担心你 又什么也做不了的感觉有多痛苦 柳如烟也是力中几伯昌的下怀 两天后 几伯昌去柳如烟家玩的时候 她发现了我留在柳如烟卧室里的项链 几伯昌从来没这么生气过 一手举着项链 一手拉着柳如烟问道 这是我送我弟的项链 在我出国的时候 你居然和我弟在一起了 柳如烟连忙慌张地回道 你弟跟我是同班同学 他来我家帮我完成小组作业 作业要在卧室里完成 几伯昌更气了 这项链可是我在你枕边发现的 你们做什么小组作业要到床上做 其实那项链是我在背柳如烟去医院的时候 特意悄悄落下的 它的作用很多 一来这项链是几伯昌送我的 只有他能一眼认的这项链 其次 它会唤起柳如烟生病 使我照顾他的记忆 我对柳如烟的温柔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会衬托出此时几伯达的狂暴和不可领域 果然有狂暴症的柳如烟爆发了起来 几伯昌 你在以什么身份质问我 男朋友吗 我见过谁和谁做作业是我的自由吧 几伯昌 我曾经是爱你 可曾经拒绝我的那个人不也是你吗 柳如烟肉眼可见的对几伯昌有了厌恶之心 几伯昌也着急 他放长线钓大鱼了这么长时间 根本不可能接受在快要成功时大鱼跑 于是那段时间 我看几伯昌频繁的发朋友圈 各种忧郁 伤情的文案 配上他的各种自拍 我冷眼作弊上官数天后 几伯昌突然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眼睛一亮 两只手握在一起 都戴着戒指 配文我们订婚了 我眸光又一沉 转头又立刻打开柳如烟的朋友圈 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我略微思索了一下 走出了宿舍 女生宿舍门口依然有红气攀着 几伯达去死的字样 我也早已习惯了这些 然而有一次我出门的时候 发现有个身影拿着清洁工具 在试图擦掉那些字 是何清清 何清清是学校的正统校霸 常年霸占年纪第一的位置 只是她家境不好 一直在领助学贷款 而且性子沉默 几乎不和任何人交朋友 然而这样一个人 却是我在被霸凌时 唯一会出头保护我的 我其实一直欠她一句谢谢 我走到何清清身边 淡淡道谢谢你 但没必要别费事了 她转过脸来 眼中有怒气不争的光 几伯达你为什么不反抗 因为反抗没用 我转过头 平静地直视她的眼睛 在泥坑里和烂人纠缠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我笑了笑 等我成功了 你自然知道 我穿着很土的山寨阿迪王运动鞋 但没人知道 我的卡里已经有了将近一百万 他们将是我从泥坑中彻底逃离的资本 从宿舍离开是为了前往饭店包厢 儿子终于订婚了 我爸妈邀请亲戚们一起吃顿饭 在此之前 我已经很久没跟家人吃过饭了 父母跟我关系很淡漠 原因简单 我是个注定没什么用的儿子 我曾经因为感受不到他们的爱意 而彻夜痛哭过 但现如今 我已经对自己透明人的身份失而无所谓 我无所谓地看着满桌的亲戚轮番敬酒 把宫为己伯昌的话说了一轮又一轮 己伯昌从小就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这不要进柳家当女婿了 柳家可是了不得的富贵人家 一个大集团都是人家的 你表弟明年毕业 希望己伯昌能在找工作的时候照顾照顾他 满桌都是自家人 己伯昌也不维护他的温柔人设 满脸的飞扬跋扈几乎要一出来 他指使我 看不见酒没了吗 赶紧到上 我不紧不慢地吃着碗里的小炒肉 像是没听见 己伯昌没得到他想要的效果 火了 他狠狠推我一把 跟你说话吗 耳朵聋了吗 我像是如梦初醒 哥哥 你要我做什么 给大家倒酒啊 我前些日子伤到膝盖了 站起来就疼 我怯声声地说 可不可以让我多坐一会儿 你倒不倒 我没有办法 只好站了起来 慢吞吞地给大家倒酒 这不是能走吗 己伯昌冷笑 冲着别的亲戚说 我弟弟就这样娇气 有个头疼脑热就喊来喊去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得绝症了吗 他用讲笑话的轻调语气说完 满座的亲戚们一起笑了起来 笑声响彻包厢 没有人听到我压抑的抽气声 我给大家倒完酒后就出了包厢 在安静的走廊里 我对着手机又轻轻抽气了几声 然后像是骤然发现了什么办 发出一声惊呼 随即摁断了电话 没错 刚刚我一边闷头吃小炒肉 一边给柳如烟发消息 我先是恭喜了柳如烟要和哥的结婚 我家里人都不管我 我的时机把握得很好 柳如烟电话打过来的时候 和几伯昌要我倒酒 刚好发生在同一刻 听听吧 你弟圣洁天使 一尘不染的白月光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第二天 我在离学校不远的偏僻小巷中 被几伯昌带人堵住 他的脸色难探得惊人 几伯答 他咬牙切齿地看向我 你是不是又背着我去勾搭柳如烟了 我没有回答 敏锐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思考怎么才能逃跑 十分钟前 柳如烟家里的新来的保姆李婶 刚给我通通报信 说柳如烟和几伯昌大吵了一架 小姐这个狂躁症感觉加重了 没什么缘由的发了好大一痛火 还把架子上两个价值 快十万的磁瓶砸碎了 李婶刚到柳如烟家的时候 我就给李婶赚了十万块钱 让她当我的内衣 告诉她我担心柳如烟 如果柳如烟有什么意外 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和我想的差不多 柳如烟会对几伯昌的态度产生变化 但她肯定不会告诉几伯昌具体原因 于是我一边思考逃跑 一边对几伯昌装傻 哥哥你在说什么 别给我装无辜 几伯昌看着我脸上露出彻骨的恨意 几伯达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要来抢我的东西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试图勾引柳如烟 但少痴心妄想了 他走过来强行按住我 指甲划过我的脸 看看你脸上的巴巴 就凭这张脸你还想进柳家 几伯达 你永远抢不赢我的 我拼命挣扎 然而几伯昌带来的帮手按住了我 眼看她的指甲就要陷入我的皮肤 住手 一个身影冲了上来 一把将我护到了身后 是何清清 我报警了 何清清看向几伯昌 你们赶在上前一步试试 外面响起了汽车驶来的声音 几伯昌脸色变白了些许 她挥了挥手 那些被她找来充当跟班的人 立刻四下散去 消失在地形复杂的巷子里 片刻后汽车开进了巷子 然而那并不是警车走下来的人 是柳如烟 刚刚看到几伯昌的时候 我和李沈的电话还没来得及挂 显然是李沈帮我找了柳如烟 我决定等会儿再给她转一笔奖金 几伯昌的反应不可谓不快 她看到柳如烟走下车的第一瞬 就立刻露出害怕的神情 上前抱住柳如烟 如烟 你可算来了她眼眶通红 几伯达嫉妒我能和你订婚 找来了她的同学 想要在这里欺负我 我和何清清对视了一眼略显无语 柳如烟看向我们 看到何清清把我护在身后 她的脸色明显黑了黑 怎么回事她问 何清清试图解释 是几伯达的哥哥嫌 我拽了拽何清清的袖子 别说了 也许是这个动作透着一丝亲密 我看到柳如烟的下额绷得更紧了 我们走 我拉起何清清 无视柳如烟冷得要杀人的眼神 转身离开 我的胳膊在刚刚的争执中擦上了 何清清买了药水帮我涂上 我们又去隔壁的便利店买了可乐 软糖和薯片 一起坐在天台上吹风 夜风凉爽 整个城市的灯火映入眼帘 何清清突然开口叫我的名字 纪博答 你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想攒很多钱 何清清没料想到是这么简单直白的答案 微微一愣 我却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想攒很多钱 想去巴黎学美术 我其实从小就喜欢画画来着 做梦都想办自己的个人画展 学费和生活费我估算了一下也不少 艺术真的烧钱 微凉的夜风扶过来 我头一次发现 讲这些真的很开心 之前没有人问过我的未来 所有人都觉得 一个在学校不受人喜欢的可怜虫 一个在家没有存在感的透明人 这种人是没有未来的 能够默默地活完至无人问津的一生 就已经算是幸运 可我不愿意 任何一丝改变命运的契机 都值得我全力以赴 何清清还没来得及说话 柳如烟便赶到了 眼见着二人之间的气氛剑拔弩张 我低声对何清清说 何清清 我好饿 想吃炸鸡 何清清默默地转身下了楼 楼下有家24小时营业的炸鸡店 天台上只剩下我和柳如烟两个人 片刻的沉默后 柳如烟走了过来 我淡淡地转过头不看她 哥哥知道你来找我吗 柳如烟 时至今日 你喜欢的到底是谁 柳如烟沉默 我在心里悄悄叹了口气 一千万确实是不好赚 两久的静默后 柳如烟像是在为自己找不一般 低声开了口 记博答 我现在更离不开你 我微微挑眉 但是毕竟你哥哥之前救过我的命 小时候我掉进河里 是他跳河把我就上岸的 笑死了 我就知道 柳如烟 你不会想要同时拥有我和哥哥吧 让帅气光鲜的己博昌成为你的丈夫 让关顺忍让的我成为你隐秘的情人 柳如烟又是沉默 沉默即肯定 我差点笑了 他居然真的是这么想的 这是不可能的 即便心里全是冷漠 嘴上却仍然是最体贴的话 放心 我不让你为难 去找哥哥吧 等毕业了 我就会彻底消失在你的世界里 记博答 柳如烟似乎想要上前拉我 但我干脆地甩开了他 转身离开 楼下 河青青拎着炸鸡在等我 我拿起一只鸡腿一口咬下 酥皮下面的鸡肉汁水四溢 我满足地眯起眼睛 转眼毕业的时间到了 原本放在储物柜里的东西都要被轻走 在我收拾自己的杂物时 一幅陈年的画作飘了出来 女孩坐在窗边 阳光洒在她的眉眼上 她的发丝 睫毛全都掀毫避现 没有足够的爱意 画不出这样细腻的画 旁边的女生眼尖 一把从我手里将画抢下来 这画的是柳如烟呀 女生大笑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照进现实了 她的声音引来了许多同学 我被围在中间 听着他们指指点点 对我各种冷言冷语的嘲笑 无所谓 左右这些人攻击我 也就这么一个角度 我已经快免疫了 于是我静静地站在他们中间 只等着他们嘲笑累了之后自行散开 但一只手突然夺过了那幅画 柳如烟看着那幅画 随即又抬眸看向我 她的眼睛黑沉沉的 眉目之间写着憔悴 距离审汇报 我彻底不离柳如烟之后 她和几博昌又吵过很多次假 纪博答 我听到她低声叫我的名字 但我没有给她任何机会 下一秒 我从她手上抽走那幅画撕成了碎片 柳如烟 按照约定 从今往后我就要彻底消失在你的世界里了 碎片扬起又落下 柳如烟失神地看着那一地的碎片 我转过身嘴角带着残忍的笑 我已经深深明白了柳如烟的本性 对于这个女人来说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现在她终于得到了几博昌 而我变成了她失去的那个 手机传来震动 是爸妈通知我 柳如烟和哥哥的婚礼就要正式举办了 很好这出大戏终于要迎来高潮 婚礼的前夜 柳如烟找上了我 她喝得烂醉 手里拿着一幅画 是那幅我撕成碎片的画 她从垃圾桶里把那些碎片都找了出来 用胶带重新粘了起来 几博答 她轻声道 怎么办 再也不会有人像你这么爱我了 我平静地看着她发酒疯 手机呼得亮起 是柳阿姨发来的短信 我女儿可是要和那个低级绿茶男订婚了 你那一千万是不想赚了吗 我淡淡地回了一句 别急 我知道 凭柳阿姨的手腕 她大可以强行阻止 柳如烟和几博昌结婚 之所以到现在都不动手 无非是因为她想看看 我还能做什么 放下手机 我看向柳如烟轻轻道 如烟 我告诉你个秘密吧 她侧过耳朵凑近我 我对着她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 下一秒 柳如烟的反应 犹如被人从头顶浇了一盆冷水 而我只是笑了笑 轻轻迈不离去 几博昌和柳如烟的婚礼如期到来 然而却没能顺利完成 柳如烟迟到了两个小时后 才出现在婚礼现场 头发凌乱显然昨夜宿醉 并且人为行酒 而她干的第一件事是 抓起新郎 把她推进了游泳池的深水区 几博昌的礼服本就沉重 进了水之后犹如一副重甲 把她顾得动弹不得 柳如烟冷冷地看着几博昌在水里扑腾 满堂宾客被她这个举动惊呆了 一时间竟然没有人想到下去捞人 直到片刻后 几博昌不动了 我父母才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 快快下去救人呀 宾客们手忙脚乱 有人下去捞人 有人拨打救护车电话 一片混乱中 柳如烟一步一步朝我走来 我却没有看她 而是转头看向了远处 坐在首席的刘阿姨 她一定很好奇 我到底对柳如烟说了什么吧 很简单 只有一句话 我哥哥不会游泳 石破天惊 摧毁一切美好记忆 几博昌她不会游泳 所以当年救我的那个男孩是你对吗 几博打柳如烟走到我面前 垂眸望向我 她的眼中全是血丝 为什么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柳阿姨在远处望着我 我心头是最残忍的笑容 但面上却是最温柔的笑容 这是我最后一次骗你了 柳如烟 但没有办法 我必须离开这个泥潭 因为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温柔的说你喜欢的是我哥哥 告诉你真相只会让你愧疚 柳如烟的眼中浮现出了巨大的震撼 我不想要你的愧疚 我笑着摇摇头 眼泪落了下来 我只想要你的爱 如果给不了我 我宁愿离开 我转过身走出几步后 听到了后方柳如烟的大喊 记不打我爱你 当着满堂宾客 当着我的父母 当着刚刚从泳池里被捞出来的几波昌 她冲我表白了 而我没有看向她 而是看向了远处的柳阿姨 一千万 我轻轻地比了个口心 柳阿姨深深地看着我 随后点了点头 冲着旁边的秘书说了些什么 几十秒后 我的手机传来了丁的轻响 一千万到账了 不愧是柳阿姨 一个商场杀伐多年的女强人 必然有她绝对的过人之处 言出必行执行力强效率一流 我转过身 看向柳如烟 露出轻松的笑容 我们可以谈谈了 原本用于婚庆的酒店 开辟了一个单独的亲近房间 供我和柳如烟谈话 事到如今 可以告诉你真相了 我盯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柳如烟 我并不爱你 柳如烟看着我 三秒后 她像听到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笑话 哈哈大笑 纪博达 你从前不这么幽默的 我静静地等着她笑完 然后重复 柳如烟我并不爱你 我只是出于你母亲的伪托 来给你上一课 柳如烟依旧在笑 只是这笑容里掺杂了少许的疑惑 首先是第一课 不要那么轻易的 被男人的温柔和顺从蛊惑 这一课的具体教学 是你生病的那次 你前一天有比赛 会睡得死沉 我找人帮我写了套程序 控制当晚的空调 她会每半个小时吹热风 每半个小时吹冷风 这种情况下你很难不感冒 柳如烟终于不笑 她盯着我 像是在努力回忆着什么 所以说不要被这种温柔的假象所迷惑 无论是我还是几博昌 我们的温柔都是假的 等等 柳如烟想要说什么 但我抬手制止了她 继续说了下去 其次是第二课 不要被异性忽冷忽热的推拉技巧所控制 几博昌出国期间 一直靠这个手段来让你更爱她 而我是她的升级版本 开始的极度卑微 后期的决绝离开 都是为了让你在得到和失去的感觉之间 反复横跳拉扯你的情绪吧 最后不要对任何救命之恩以身相许 我平静地笑笑 可以送锦旗 可以给钱 但没必要娶别人 毕竟像我这样对你有救命之恩的人 也有可能在十几年后反过来算计你 柳如烟呆呆地看着我 随即她彻底地狂躁起来 将桌上的东西一把掀翻 不可能技博打 门被打开 保镖冲上来按住了柳如烟 柳阿姨走到我身边 她低声道 你做得不错 我叹口气 您更厉害 我始终难以相信 一个母亲可以对自己的女儿这么狠 柳阿姨抬起眼睛 看向窗外 我也不想 但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真实而又残酷的世界 我对她不狠的话 只会让她吃更大的亏 感情上的事 只有自己真真切切地痛一回 才有可能长记性 您不怕我在后期背叛原本的计划 想要娶您女儿吗 柳阿姨看向我 你会吗 我笑了 并不会 我很少看错人 柳阿姨低声道 我去过你们学校一次 你是唯一引起我注意的男生 你有一双很冷很理智的眼睛 和我年轻时候的眼神一模一样 我不想和柳阿姨再过多交流 于是礼貌道谢 转身离去 被保镖按住的柳如烟 却大声地叫我的名字 纪博答 我只有一个问题 她瞪着我 眼眶通红 但没有眼泪 那幅画吗 那幅画画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那时候你已经在骗我了吗 我的身子不易察觉地移动 我看向她用极轻的音量道 不是 柳如烟看着我 我也看着她 我没有再多说一个字 然而她懂了 下一秒 柳如烟发出巨大的悲鸣声 泪水终于从她的眼眶滑落 而我出了门再不回顾 不是骗你的 在我们相遇之初的时候 我的确是喜欢你的 我认出你是我之前救下的那个小女孩 而你已经变得这么美丽出众 目若星辰 如此耀眼的少女 谁会不动心呢 于是我怀着那样真切地喜欢 悄悄画下了你的笑笑 想在一个合适的机会找你聊聊 告诉你我就是多年前救你的那个男孩 可你做了什么呢 柳如烟 你从我的书包里 翻出了我没写完的情书 肆意地嘲笑我 让我照照镜子看看脸上的吧 你看着那些欺负我的坏学生 将我推进厕所 熟视无睹的同时 脸上甚至带着看好戏的笑容 世界上最痛苦的 是不是你爱的人从不爱你 而是他其实也爱过 是你亲手杀死了这份爱意 从酒店离开的当晚 我就火速坐飞机 离开账户里有一千多万 我早就准备好了后续的流程 直接前往巴黎 存尽当地的账户 这样柳阿姨即便反悔 她的手也无法伸得那么长 全程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行踪 确保之后没有人能找到我 对我进行打击报复 没办法 我不相信任何人 为什么柳阿姨说 我有双极度冷静理性的眼睛 很简单 所有我爱过的人都背叛了我 我的爸妈视我为工具 哥哥视我为对手 我看作朋友的同学 后来加入了霸凌我的队伍 而我喜欢的女生 是霸凌开始的源头 于是我只相信自己 所有人都可以对我不好 但我要依然爱自己 永不放弃自己 用柳阿姨给我的钱 修读了艺术专业 购买了最好的美术用品 导师很喜欢我 夸我是她最有天赋的学生 后来我和何清清 重新在网上开始了聊天 才得知了许多事情 几伯昌在被扔进游泳池后 被送往了医院 柳如烟和几伯昌的婚约被取消 几伯昌终日闭门不出 我父母在失去了全部的希望后 大为受打击 三人天天在狭小的房间内争吵 互相折磨 一次剧烈争吵时 几伯昌砸碎了玻璃 结果不幸摔倒在了玻璃碎片上 脸部严重割伤 会留下难以消除的疤痕 而柳如烟那边的情况也并不好 柳阿姨的教育方式其实是有问题的 因能够扛住一轮一轮的嗷 但小姬被这么折腾只会死去 柳阿姨自己是鹰 所以她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的女儿也是 可惜柳如烟显然违背了她的期望 她出现了严重的情绪问题 之前的狂躁症被彻底激发了出来 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接受心理治疗 而且对异性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排斥 极度疑神疑鬼 认为世上所有的男人都是来骗她的 柳阿姨本人后来在一场资本对赌中落败 财富大为缩水 于是聘请了一些职业高管来打理公司 自己开始将大部分时间用作修心拜佛 世界在剧烈地变化着 每个人都变得与最初完全不同 而我仍然坚持着最开始的梦想 两年后 我的个人画展终于开办了 何清清前来观展 她变得贵气了许多 不再是那个领着助学金的傲娇学霸 整个人变得平和又舒展 我出资支持了她在国外深造金融 她现在在一家投行工作 工资相当优渥 已经将全部的借款还给了我 她对我表达了喜欢 我也告知了她近期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可以先做朋友 我们在美术馆前酗酒 聊起贫瘠又苍白的青春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将本次画展中我最喜欢的一幅画拍卖 收益用来设立一支基金 帮助像我和何清清这样的学生实现梦想 后来拍卖如期举行 这幅画被一个匿名买家重金拍下 来拿画的是买家的佣人 我认出了她 李沈 她让我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李沈告诉我 她其实还想再见见你 我笑而不语 送走了李沈 我走到美术馆外 微风拂过 樱花烂漫 游客们全都欣赏着繁盛的花朵 我却垂眸望向那大片大片不起眼的绿草 他们是如此坚韧 踩不到烧不尽 哪怕落到十缝中 也要艰难地为自己谋求一条生路 他们做到了 我也一样